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过去一段时间呢,因为一些这个IT领域啊 现在说工作opening可能比原来少一些,更难取得 还有一些layoff,另外还存在有这个H1B抽签 说现在比以前更难等等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呢,有一些申请人或者是在美国的留学生 访问学者、专业人士以及有意向留学美国的人 在这方面还可能有更多的焦虑 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提供一些这方面的信息 那比如说很多人呢,他这个目标啊 也都看着说一些有限的几个大公司 有点讲到说,我要在美国学什么专业啊 我要学计算机相关的专业 那到哪里去工作啊 到Google,Facebook,Amazon等等的有限的几个公司 那这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呢,你还要有一个plan B,对不对 这些公司不可能说这个解决所有人的就业问题 如果说我目前没有取得这些工资的公司的offer 或者说我学的是其他的专业 那么我怎样找工作呢 这方面呢,除了说我自己这个寻求周围的同学们的意见 通过Network啊 或者在网上随便搜索啊 除了这些以外呢 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呢 在这方面有比较完备的统计数据库 可以帮助你来找到工作 然后帮助你安排职场发展 那么具体是怎样的呢 美国联邦政府呢 有详细的统计 包括哪些公司曾经申请过H1B工作签证 那么这个职位的名称是什么 这个公司privading wage是多少 这个申请是批准了还是没有批准 是什么时候提交的 工作地点在哪里等等 这个是工作签证 所以如果说你看到有的公司 说我想要知道它是否支持工作签证啊 很容易你到这样的数据库搜索一下 你看看它以前过去若干年里 有没有申请过H1B工作签证 就可以知道 那同样呢 你如果浏览这样的数据库 你就可以找到更多 曾经支持过外国人留学生 这样的工作签证的公司和职位 这个呢 就比你只盯着有限的几个大公司 又增加了很多机会 那类似的 有的人想到说 我想要找到一个公司 说支持我的绿卡申请 那我怎么找啊 很容易 美国政府同样也公布了完备的 这样的数据库啊 有这个历年的结果可以检索 哪一家公司曾经支持过什么样类别的绿卡申请 这个工作职位对应的代号 每年付的工资有多少 在什么地理位置工作这些都有详细的记录说明 所以呢 有两个办法 第一呢 如果你已经啊 或者将要取得什么job offer 说我这个职位 我应该要多高的工资啊 或者说这个公司 它是否会支持我的绿卡申请啊 你可以相应的来搜索 或者呢 你可以浏览这样的数据库 用一些关键词 比如说职位的名称 比如说地理位置等等啊 来找到有兴趣的啊 这样的工作 然后对应的有哪些公司曾经为这样职位的人提交过绿卡申请 那这样呢 有地方时啊 你就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准备啊 所以呢 这个是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那根据美国政府提供的原始数据吧 那都是公开的啊 在这个大数据时代也可以供大家来检索的 那除了这些原始数据以外 美国政府还有一些统计的数据结果 比如说H1B签证来自哪些国家申请啊 这些申请都主要来自哪些州啊 那你就可以知道 说我要想取得工作签证在哪些州就业机会比较多啊 这都有详细的数字统计 还有呢 那比如对应的是什么样的职位啊 你也可以看到哪一些job title 获得的工作签证支持比较多啊 类似的呢 对于绿卡申请啊 也有像这样的详细的统计 所以呢 那你在留学的时候 在毕业找工作的时候 就都可以用到这样的数据库 用到原始数据和统计结果啊 而不是仅仅根据道听途说那或者在网上用一些关键词随便搜索 你找到的这些公司他不见得会支持工作签证和绿卡申请 而如果你在数据库里面有针对性的检索核对和浏览就可以有更好的效果 那举个例子呢 就像你在签证申请排队的这样人群中发机票广告和在大街上随机的发机票广告 有区别 那一样的 如果你找工作 你在已经支持过工作签证和绿卡申请的公司和职位 地理位置具体的这方面来选择 那就有更好的成功几率 而且你也可以得到实际的数据对应的H1B prevailing wage是多少 对应的绿卡申请的 prevailing wage是多少 那这些呢 包括绿卡申请中在哪些报纸上做了广告 什么时间做的广告啊 等等 这个职位是hourly的 还是按照annual的这个payment salary的 这些信息都是公开的 美国政府都有都可以检索 所以呢 可以用好这方面的材料 顺便讲到呢 这个好多人说啊 现在这个留学美国 找工作比以前要难 抽签要难等等啊 那当然肯定就像中国大学扩招一样的道理 那现在呢 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数量比以前增加了很多 从这方面来说 这个供给和需求比例发生了变化 但是另一方面呢 这个机会永远向有准备的人开放 如果你呢 做了实地的调查 做了充分的准备 就可以在职场发展中 站得先机 好 那我们新闻名律师事务所呢 帮助数千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和专业人士 取得了绿卡和签证的批准 那在这期间呢 很多人当然他这个我们像我们多次强调的 讲到的一样就是说 绿卡是手段不是目的 对吧 很多人的目的呢 是为了在美国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自由的生活啊 能够有更好的个人发展 所以呢 我们录制这个视频给大家提供这方面的一些具体建议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